资博作为地域名称 是随着资川博山两地煤矿开发 于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的 1945年8月成立资博特区 设专员公署隶属鲁中行政区 这是资博成为政区名称的开始 此后又经过多次的区化名称调整 1961年1月 资博市恢复为省辖市 辖博山、张典、自川、周村四个区 市籍机关由博山区牵制张典区 1970年1月 林自彻县建区化归资博市 1983年10月 环台县化归资博市 1990年1月 宜员高清两县化归资博市 至此资博市辖张典、博山、周村 自川林自五区和环台宜员高清三县 行政版图固定了下来 资博成为继济南青岛之后 山东省第三座地基石 自博市总面积5965平方千米 南街林仪 北街东营 宾州 东街围方 西街济南 截至2021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 470.88万人 都说江苏是个散庄省份 十三太宝 谁也不服谁 那么自博就是祖群市城市的祖事业 自博的散庄 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散庄 由于矿产资源丰富 主要区县基本上都是一矿而建的 各区之间本身都留有乡村地区 互不相连 距离很远 都有自己的中心城区 实际上是相当于五个独立的县市 所以别的城市都是农村包围城市 而自博市形成城市包围农村局面 五个市下区各有特点各自发展 张电区 是传统意义上的市中心区 是市府及个职能部门所在地 凭借着便利的交通 能让全世界大学生能顺利的蜂拥而至 也还难想到 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旅游资源 怎么成了网红城市的 或许中国陶瓷馆 自博市博物馆可以易游吧 东部的林兹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更是古代齐国的首都 林兹的齐国古城遗址 是自博市为数不多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部的周村区为百年商部重镇 周村古商城也是游乐门来自博必导之处 南部的博山区 宜院县有山有水 是旅游的好去处 北部的环台县 高庆县 黄河流经47千米 有大卢湖 马塔湖国家实地公园 中部的自博区 有了解之意的作者蒲松林的故居 以及鹅庄古村落国家三年公园 自博的区号是0533 自博的车牌号是鲁塞 仅次于济南的鲁A和青岛鲁B 自博的经济实力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都高居山东老三的位置 却在此后一路下滑 与此同时 厂主人口也连续减少 作为全国唯一涵盖资源枯竭城市 独立工况区 老工业基地三种类型的城市 落后产能的出局 是导致GDP数据锁水的直接原因 自博烧烤的横空出世 应该是这座百年工业老城的奴隶自救 自博烧烤滋味十足 作为继新疆烧烤 东北烧烤之后 崛起的新一大烧烤流派 也希望这种鲜鲜向荣的局面 能持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